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刚刚比完的一场比赛 五点半开始的 然后现在差不多千万多比完 而这场比赛呢还是这个奥运篮球赛 是法国对战德国男子的 最后呢比分呢是73比69 法国获胜还是东道主赢了 这场比赛在牙膏竞技上比的 还是在巴黎的 这场比赛呢是打得非常激烈 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哇塞 这两个队这想赢的欲望太强烈了 这个到最后大家都想赢 然后什么各种犯规呀 各种罚球啊 各种拖延呀 各种战术啊 各种抢断啊 各种上篮啊 三分啊 这种标的都非常的很非常的猛 这场比赛非常激烈 首先我先分析一下这个每个人 这个法国呢 文班亚马得了十一分 然后三个盖帽 亚布西雷好像得了十七分 是法国得分最高的 第二呢就是库尼尼尔十六分 他俩打的也是非常不错 库尼尼尔呢也是在往里打和上 上篮和三分的这个手感都非常的好 很猛 德国这边呢最高的就是 Schroder十八分 他呢是一个特别小个子的一个球员 他被文班亚马确实盖了不少次 但是他确实也投了一两个三分 这场比赛他的发挥不是特别好 就是没有太大手感 因为那个文班亚马 呃有的时候防他就会盖他 因为他特别矮 然后文班亚马特别高 所以呢他就是被限制了 这场比赛前两节是打平的 第一节好像是 第一节是25比18 德国领先 但是第二节呢 这个法国就完全把德国压制住了 然后15比赛正好减了十分两个队 主要呢 德国是输在第三节 第三节是两队拉开差距的时候 但是打到最后啊是非常的激烈 到最后一节 我要提一下这都到最后一节差不多十秒钟左右 就是呃 比方说是法国的球权的话 就是德国要造犯规之后 让法国上篮罚球线 法国造德国范围 就是让让方刚互相互上罚球线 是赌这个对方罚球不进 并且并且自己能控球之后得分 然后到最后呢 我天哪是非常的激烈 哇这场比赛呢 我跟这个我爸也有个赌约 这个如果是法国赢了 我呃我爸就给我我 如果是德国赢了 我就给我爸我 最后呢法国赢了 然后我爸也应该履行承诺了 好 好这就是这一场比赛了 我建议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场比赛 挺挺激烈的 我认为也是非常含金量很高 非常值得一看 好这就是这样比赛了 大家喜欢支持订阅 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下场比赛是USA对战塞尔比亚 我一定会看的 拜拜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呢 继续来讲一次这个奥运篮球赛 这场比赛我刚刚看完的呢 是美国对战这个塞尔维亚 哇塞非常激烈 美国对战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是有 Nikola Jokic那个队 那个国家队 美国呢 最后是比塞尔维亚 最后赢了四分 95比91 美国险胜 这场比赛呢 还是在亚高竞技场 这个Bersi Arena 晚上九点开始的 就是西班牙 法国时间都是九点 这场比赛呢 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美国一开始跟那个塞尔维亚打的时候 他是落后的 一开始差不多落后了八分 第一节落后 美国落后了八分 第二节美国落后了三分 第三节美国落后了两分 然后在第四节美国抄回去了 并且获胜了 赢了这个去决赛的权利 哇 第一节和最后一节 哇塞 打的那叫精彩啊 第一节一开始 这个差不多七分钟左右吧 库里就已经投了14分了 十十一分还是十四分左右 库里一开始就投了好多三分 库里是一个中级里开头的 之后呢就开始一直标三分 一直标三分库里 不光是库里 对面的塞尔维亚还有这个七号 叫七号叫 卜菲南罗羅羅斯 有这个大制 他们一直在猖三分 这个 这个 certific 3分 然后USA再标一个 再标一个 哇塞 这这一开始的时候感觉看得特别爽 哇塞 感觉都停不下来那种 哇 那个激动的呀 给我 之后呢 这个第一节还是这个美国落后了8分 可能第一节美国没有特别重视吧 就是可能打了还是比较放松一些 随意一些 但是呢 第一节结束了之后 第二节 第二节就开始就是稍微认真一些了 之后输的分数就少一些了 之后第三节 然后更少一些 之后到第四节 哇塞 最后那一点 天呐 就是一开始呢 就是还是塞尔维亚正在赢 一直赢 但是呢 差不多在 第四节 还剩7分钟的时候 美国开始发力了 一直这个得分 一直得分 之后最后追平了 好像是我记得詹姆斯有一个球 有一个他的专属性上来 然后追平了 之后 比发挥比较好的呢 是这个 三分博克 他来有一季三分球之后 追了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个三分球 然后 杜兰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三分球 杜兰特一开始发挥的不好 但是后来呢 他发挥开始稳定了之后 并且三分也手感准了 中投距离也中了 完全是大心脏 最后库里也是一直 也是 也是长辞三分 因为库里可能 肯定没有这个第一节投的多了 因为这个第一节库里投了很多三分 之后塞尔维亚就被投怕了 然后就一直放三分 防库里的三分 防的非常严 非常严 不过最后库里还是投了差不多两三个三分 还是三四个三分 非常非常帅 我感觉我就是库里 我感觉呢 这个我就要成为库里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 这个发挥非常好的都有哪些 库里不用我说了 这个这场比赛他是 关键人物 大关键人物 他是大心脏人物 然后一直在那标三分 库里这场比赛完全是超神发挥 库里这场比赛得了三十六分 之后他三分 三分呢 是十四个里面 进九个 非常非常厉害了 之后呢 詹姆斯呢 这场比赛发挥的也非常的好 呃 詹姆斯这场比赛得分是十六分 然后有十二个篮板 之后十个入攻 哇塞 这个詹姆斯也是全面发挥呀 周恩贝特是得了十九分 哇塞 到最后周恩贝特 周恩贝特 周恩贝特也是非常的这个大心脏 他打进了一个二加一 并且然后投进了好几个钟头 周恩贝特好像也投进了不少个三分吧 这场比赛 而另外一个队呢 也像我刚刚说的 然后三分 就是外线内线都是 呃 火力全开 Bogdan Bogdanovich 然后他是得了二十分 他是那个七七号球员 哇塞 我们看比赛的时候 我们觉得那个七号厉害的呀 三分准的呀 我天呐 他都感觉要查一下他是谁了 都感觉这种 然后这是外线 外线还有一个叫Aleska Avramovic 他得了十五分 并且他这个三分这个比率是 呃 头四个里面近三个 哇塞 四分之三已经很厉害了 那一线呢 就是不用说塞尔维亚肯定是Nikola Jokic 得了十七分之后他有十一个助攻 哇塞 纯属是那种非常全面的球员 我非常喜欢 这场比赛呢 总结一下 我感觉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一开始 我靠 我都感觉美国要输了 然后追不上去了 然后最后惊险的追上去 哇塞 哎呀 看的太爽了 已经有点意犹未尽 就是塞尔维亚和这个 USA一直在飙三分 主要是库里 库里和Bogdan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场比赛 让非常非常的爽 看的 好 这就是这次我想分享的比赛了 这次呢 很可惜 塞尔维亚输了 其实最后 塞尔维亚如果坚持下去的话 有可能真能把美国送走 但是最后呢 塞尔维亚就是没有坚持下去 最后还是败给了 败给了美国 有点可惜 如果这场比赛 如果塞尔维亚赢了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进入这个决赛 并且有可能能获胜 Nikola Jokic带着这个球队再获胜一次 然后下一场比赛呢 这个我希望 USA对战法国能更精彩一点 然后更有那种奥运奥林匹克的那种竞争精神 好 这就是我这次想分享了这个USA对战塞尔维亚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如果大家提醒 再提醒大家一次 是8月8号晚上9点 是这个法国时间 之后比的USA对战塞尔维亚 最后呢 是95比91USA赢了 好 这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比赛了 如果大家喜欢就支持订阅 之后我们决赛见